在那儿鬼鬼祟祟的 主儿 好像是贤妃娘娘身边的三宝 贤妃身边的三宝 那怎么会来咱们宫 又从后门走出来 这奴才不知道 你快去查查 这 那奴才这就去打听打听 给皇后娘娘请安 快起来吧 这下着雪你还过来 当心路上滑呀 给皇后娘娘请安 本该部分情欲输涵 你伺候皇上多年 罪事得利 皇上登基后 便封你为养心殿 副总管太监 只是这总管太监的位置 一直空缺 奴才一心只想着侍奉好主子 别的已无所求 你来可有何事 回皇后娘娘 皇上吩咐了 说今儿个请皇后娘娘 去养心殿意去用晚膳 请皇后娘娘预备着 好啊 你去回禀皇上 本宫会预备一些皇上爱吃的小食 一起带过去 这 那奴才告退了 王公公 这是本宫赏你的 谢皇后娘娘赏 连心送王公公 是 你笑着真好看 你怎么了 苏练姐姐 那个王公公 每一次过来都毛手毛脚的 上次还让赵仪泰 递了镯子给我 我才不要呢 真讨厌 一个没根的人 成天做这些没道理的想头 要不是皇后娘娘用得上他 谁搭理他呀 主儿 奴才咋听到了 奴才听湘云说 是三宝给海常在送的碳 送碳 什么碳 取暖的黑碳哪 这个海澜 咱们不就用了他点碳吗 居然让贤妃来接济他 好像让庞然觉得 咱们多磕待他似的 真是吃力耙味 湘云怎么不来回报呢 湘云以为是小事 所以就没跟您说 告诉湘云 以后大小事 都得事无巨细地来报 是 皇后娘娘说得是 这个海澜 还真是不得不妨 主 您别看书了 咱们这碳又快没了 这贵妃娘娘也太欺负人了 寇寇咱们那么多分力 姐姐要我多读点书 我得加紧 用点工 读书又不能当饭吃 卓 您看 这算什么饭食 便是一个宫女吃的 还比这个好些 算了 能吃饱就行 卓 卓 您是皇上的常在 不是受苦的下人 吃得不好 哪有精神看书啊 卓 您还是赶紧用膳吧 冷了更难吃 听你的 你这么念下去 我也看不了书 可以 是 mr你 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啊 这才是贫妾认识的贵妃娘娘嘛 都像贫妾穿得这样寒酸 成什么样子啊 皇后娘娘奉行简朴 本宫自然是遵从的 可是这天实在是冷得受不住 回到宫里 还不能穿得自在些吗 是是是 来 贾国人这边坐 这儿暖和 好 娘娘的寒症可好些了 一到冬日里 本宫浑身都不爽快 你赤眉白眼往本宫暖隔离闯 是什么道理啊 贫妾听说贵妃娘娘身体不适 她来请安的 你少在本宫面前晃悠就不错了 海常在 我也劝你一句 少惹自己的主位生气 少在外面吃力爬外的胡说八道 你的日子也能过得安生些 贫妾不敢 贾贵人 我们着胆子小 平时饭菜又不足 哪有说话惹人什么 你先放肆 放肆 哪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份 海常在 你是在怪本宫磕待你吗 没有 没有 贫妾只是自己胃口不好吃的少 贫妾知道 贵妃娘娘是顾惜贫妾的 吃得就好 滚远些 贫妾告退 欠人 就会装可怜 叶欣 在贵妃面前断不能这么说话 奴婢就是忍不得 贵妃自己 背着皇后娘娘偷穿华服 扬奉阴违 却让您过得这么委屈 趁日里却叹火不说 连锻好的也不给您吃 别说了 再忍忍开春就好了 你瞧她 刚刚盯着本宫的衣着看 肯定又要出去胡说 旁人那儿她倒未必敢说 可贤妃那儿 贫妾就说不准了 本宫最恨他俩舍属一窝 你还不知道吧 贤妃就是怕她冻着 所以定期来给她送炭 像本宫磕待了海长载一样 这个海长载 心思也真是阴毒 偷您的炭火 害得您寒症发作 玉体不适 这样谋害主位的人 不死也得挨顿打呀 家贵人真是好心思啊 贫妾有什么心思呢 海长载她就是那样的人 那贵妃娘娘 就好好整顿自己宫里的人吧 贫妾先告退了 贫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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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妾